下载Good TV Plus 捍卫期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 家里传来振振香气 黄吕逸在自家厨房挥洒厨艺 女儿是她的得力小帮手 身为餐厅行政主厨的她 在工作忙碌之余 喜爱为家人料理晚餐 让妻子两眼睛与孩子开心地 共享美味佳肴 梁艳京曾在婚姻中遭遇背叛 与先生黄吕逸的婚姻摇摇欲坠 无助的她有多次想放弃的念头 人生被绝望和孤单笼罩 因着在基督信仰里找到问题的解答 他们将过去的苦毒转为喜笑 如今夫妻更加相爱 感情死灰复燃 两人在经历婚姻风暴后 享受这得来不已的甜蜜关系 开玩平安 欢迎来到今天真情部落格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 他其实小的时候 原来原生家庭 气氛算是还蛮不错的 可是到后来爸爸外遇之后 就看着父母亲失和 整个家庭破碎 连带的影响到他 后来成人之后的感情世界 也一度是非常地挣扎跟复杂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 欢迎燕金你好 你好 所以在爸爸外遇之前 你印象当中 你们小时候家里头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就跟一般的小康家庭是一样的 就是爸爸上班 然后妈妈照顾我们 煮三餐 送我们去上补习 上课 上钢琴课 什么的 就是很认真的照顾我们 孩子很愿意来栽培我们 爸爸以前工作忙吗 他有办法花很多时间跟我们互动吗 印象当中 我爸爸就是时常在出差 就是一个礼拜 就是三四天不在家 所以妈妈一个人就是要 负责接受我们上课 那是怎么样发现说 爸爸在外面有其他的感情 国小三年级 有一天我们在家里 大人边打打闹闹 跟姐姐在那边玩 就打开爸爸的包包 然后就打开一本书 然后你就发现是有 其他女生的照片 我结果好像是我弟弟 还是我姐姐就反正拿出去 然后刚好我爸爸妈妈在客厅 我妈妈看了以后就崩溃 我爸就成生其中 你干嘛翻我的东西 我弟弟跟我姐姐 就是比较聪明 他们躲在厕所里 但是我就是被打的那一个 就是第一次打我就在那个时候 就是其实我们以前 我爸是不打人的 那后来妈妈 在那件事情之后 妈妈的行为有出现 是什么样的变化 妈妈那时候常常会崩溃 他就是会想要表达 他内心的愤怒 家里的东西就基本上是常坏掉的 门幕门就刺破了 然后就再换成塑胶的 塑胶也拿刀砍到破的 然后就再换门锁 然后有时候是把 我妈妈会把 有可能会把自己锁起来 又要把门锁破坏 又进去抢救 妈妈会弄自杀或什么的 甚至是有一次是 半夜吧 我妈妈那时候就是说 你出去把爸爸找回来 那时候才过小四五年级而已 哪知道 就出去了 被赶出去了 门就关起来 就把你们三个都赶出去了 对 爸爸那时候印象中 就是他带我们去报案 后来妈妈好像那段时间 又试着要去教会 他是为了要挽救他的婚姻 然后他把他们邀请到家里来 做一个查经班 就像小组一样 但是就 妈妈是说 无果啦 爸爸还是外遇 所以他这个查经班就停了 所以你后来还是有自己 去教会儿主什么之类参加活动 我印象中是 我爸爸妈妈他们是 在我国二的时候离婚 对 那个时候真的是 我跟我姐就是 被判给我妈妈住 那我弟弟就跟我爸爸 就是我们是分开的 对 那我人生当中就是 挤唯一的寄托 就是六日 然后礼拜天 然后自己骑脚踏车去 所以你都一直有去 对 我妈妈那时候 在我国中的时候 她已经开始 去东海大学上课 演习 然后所以她每次回到家 夜间部都会晚上十二点 基本上就是 国中那段时间 就是出门的时候 自己想办法 妈妈还在睡 然后拿了五十块 做计程车去上课 去上学回到家 妈妈不在家 所以变成我跟我姐两个人 然后自己打理吃饭 然后自己打理洗澡 然后自己读书 那也因为父母真的就是离婚之后 对我们自己来说 就是觉得经济上面会比较紧张吗 法院是判决就是我们的监护人 还是我的爸爸 所以不管是赡养费或是学费 对 学费 我爸爸要 对 我印象当中就是 我每次就是要缴学费 那个学费单来 我都要打电话给我爸 跟爸爸对 说爸那个学费单要来 我爸就开始 怎么又来 然后就可以讲一些 不好听的话 不好听的话 对对对 你觉得家里头像这样子 这么天翻地覆的变化 你觉得对你来说 造成一些什么样影响在当时 本来是很优秀很优秀 被妈妈呵护着这样子长大 三年级之后就掉下去 然后就上过中 就是成绩也很差 所以就是班上同学 就是相对而言 就是对你 就因为毕竟是女中嘛 女中就是蛮看功课的 所以他们就会比较 觉得你不是太好 对爱情缺乏安全感的梁燕金 在感情中纵使遭到多次背叛 生怕被遗弃的他 仍义无反顾地投入感情 使情绪陷入更深的漩涡里 他对父亲的这部分是缺乏的 所以他跟母亲在一起 所以他好像就希望 有一个父亲的爱这样子 所以当然在寻找感情 当然可能就是 如果对方又还没有认识神的话 他就很容易在当中会有一些 付出然后受伤的地方 他变成他有时候要去讨好对方 对可能就是在冲突的时候 可能会生气 但是之后他会去回去找对方 因为他怕下一个人没有人爱他了 对所以我觉得那时候 其实他的心理很煎熬 是因为他想要赶快有一个家 可是又发现 他心里期待的怎么跟现实差这么多 他的那一任的男朋友是会打他的 而且会拿安全帽给他 而且时不时就会因为一点小事情 然后就骂他 可能哪怕是一个没有注意到他 然后他就 没有在听我说话这种 然后不断地去劈腿 然后劈腿也不会去理会二姐的感觉 因为他那个时候把二姐放在很低很低的位置 反正你就是我女朋友 你跑不掉 即便他知道这样对自己是不健康的 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心理状态 他还是愿意去跟着一个这样烂的人 刚才弟弟特别讲到说 后来感情生活就真的是欲言不淑 好辛苦 可能你真的是跟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经历是有关系的 妈妈后来又有对象 对不对 有一天很奇妙 说彦景你早晚回家 妈妈今天有约叔叔来 要跟你好好聊聊 然后他就跟叔叔聊 妈妈可能就是要跟叔叔结婚 家里没有人住 你一个人在家里 这样很危险 要不然你住校好了 然后一二三四五在学校 礼拜六回到家 回到我们这空一人 但是以前我们全家都在的这个家 心里头特别落幕 会不会高二的女生很会想事情了 在学校那时候又拜霸凌 莫名其妙 就是班上同学不是跟我讲话 所以我经常都是改考卷的时候 同学把考卷给我 但是我跟他讲话 他就转身就走了 就是知道吗 就被规定是不能跟我讲话 被规定 对不能跟我讲话 那你教会还去吗 我每次就是在 不管是这个礼拜只要遇到什么事 我只要去教会哭一哭我就没事了 也是在高二后来就受洗了是不是 对 我觉得高中这样的变化 恐怕也会让自己心里头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情感的依附 也要有一个归属 不然家里头都空空的那种感觉 所以刚刚弟弟讲到你那个男朋友是你第一个男朋友吗 对 大学去台北念书 也是在那时候在真理堂 那时候还住在教会的宿舍 然后还有他们的小组 都能把我照顾得很好这样 可是那时候大概 大二的时候 就交了第一个男朋友 是怎么认识的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 边缘人的性格 然后特别会去看顾一些边缘人 因为那时候我是爵士钢琴社 然后爵士钢琴社就刚好有一个 每天就只来那边坐的 然后不讲话的男生 因为想说别人都不跟他讲话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朋友 我去跟他讲话 就是逗他开心 然后静静我们俩就走比较近 然后后来就交往 交往 对 那你还是持续的去教会吗 一开始有 可是他就是拒绝 因为第一个男朋友 所以我就全心全意的就是去 跟他在一起投入 然后就渐渐的就 没有去住教会宿舍 然后也搬出去 然后也离开了教会 那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发现说 他会在外面有其他的感情 因为他是导演 然后他其实告诉我说 其实我不是最爱你的 其实这样跟你讲 我最爱的是我们班上的那位女生 但是他不爱我 那为什么还要持续这段感情呢 对 我那时候只是单纯的想 没有人要我了 就是不会有人喜欢我 我好像就只有他了这样子 那时候跟妈妈直接互动怎么样 妈妈那时候等于是另外自己有家庭了吗 我妈妈几乎没什么打电话给我 我像有一次 我心血来潮 想说 我不如就回家吧 我一到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没有人接 然后呢 再打电话给我爸 也没有人接 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才没有自己交通工具 我想说没关系 那我坐公车好了 我至少可以回到我以前旧的那个家 后来突然想到 我没有钥匙 因为我爸把锁都换了 我就坐在路边大大的痛哭 我说我到底 我到底要回台中干嘛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就在那个阶段的你 对你来说 好像你的人际衣服都是空的耶 只剩下那个很糟糕的男朋友 对 我几乎24小时 就把我的心 全心全意全人 都加住在他身上 你是有认真想过 在未来要跟他一起 对 就是把第一次献给他之后 我就很想说 没关系啊 反正他以后也是会我的 是会我的是我的丈夫这样 所以他第一次出轨对我来说 就你知道吗 就是完了 我知道我犯罪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他就是拍一部片 然后就跟一个人 拍一部片就跟一个人 拍一部片就跟一个人 所以我后来到后期 我是几乎就是放弃自己了 而且不只这样 他还会对你动手 到他第二次出轨的时候 基本上他有点受不了我 怎么都分不开 因为他觉得这就是交往 目前性情绪只是交往过程当中 会发生一件事情 所以他就觉得说要跟我分手 但我不要 但他不知道其实你在 那样子的关系里头 你已经把他视为是自家人 对 但那个时候你说 你现在是自我放弃了 对 你自我放弃是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那时候 那一天我还去找他 我记得 所以他就是跟我一些争执 然后睡在路上 他为了要拜托我 对 他就拿安全帽 就是 靠你 就是靠我 就是把我弄走 因为我就是不让他走 他就是拿安全帽靠我 我那天之后我想说 既然这样子 那不然大家一起来玩 不管是谁 我就来者不拒 天哪 对 就是 有点就是 有点像现在人家讲的 是什么破麻什么之类的 就是没差 他后来看到的是我劈腿 变成他无法接受 所以他就 很痛苦 想要挽回我 其实我蛮享受那种感觉的 所以你们的感情 互动的方式 已经越来越扭曲了 很有趣 记得我每时每刻 我都会想我要怎么死 其实不是真的想死 是 我其实是受不了 但是 就是想引起对方注意 或者是说 想挽回这份感情 或是说真的想要放弃自己 那有一次就是 我们在争吵 那他就一直 一直骂我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请你不要再骂我了 求你不要再骂我 但他一直骂一直骂 骂到就是 我后来受不了 就是直接脱爱免药 就一颗接着一颗吃 一颗接着一颗吃 一颗接着一颗吃 这样 这种感情到底怎么结束 他就是用他的方式 就可能去国外参赞回来 他就都完全消失 有一次晚上 我就打电话给他 就再也不接了 我就打打打打打 打一整个晚上 没有人接 然后他后来就 就凌晨早上才回到家 我就看到手机上面 就是有女生传讯息来说 你说你想我 什么之类的 我有回想过 我为什么会一直 遇到这样的事情 下载Good TV Plus 和为其见证更多 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 向往找到一位 稳定伴侣的梁燕金 在出世黄驴一时 即将他视为终身伴侣 为了两人的爱情理念 存有极大的差异 就觉得好像男生 因为男生感觉那时候 是比较可能 比较爱玩嘛 对 就人际关系也比较多嘛 那女生就是 感觉就是不想输 所以好像就表现了 我也是这样 风风天天 也是很敞开那样 所以我就觉得 好像那时候关系 也是比较 这样子不稳定 然后很波浪 但是其实是彼此在较劲 但是好像 无所谓 好像无所谓 但是私底下 其实你看到他是很在意 只是先交往看看 你没有所谓 会进入婚姻那一块 就有点像是 你跟我很不一样 我们可以做朋友 到慢慢发现 其实阿金就很明显 就是要结婚 对 但是我想小玉 没有打算要结婚 所以才会出现说 好像感情上 他有时候会有一点不忠贞 对 我觉得因为两个落差蛮大的 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遇到李玉之后 他就是觉得 既然有人要我的话 那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他 结果没想到 然后姐夫他也是个玩咖 这样子 对 然后姐夫玩咖的话 他就是可能时不时会 说我今天跟人家吃饭 然后人就消失了 手机就关机了 然后找不到人 而且很着急啊 因为他已经 已经把自己托付给这个人了 然后他就已经认定 这个人是男朋友了 然后可是又找不到人 然后就很心急啊 然后去找这个人 然后后来到了一大早 然后才 才接到电话 然后说没什么 就是手机没电啊什么 就各式理由就出来了 这样 然后续查询的结果 就是跟某一个女生过夜 很不容易结束第一段 这么辛苦的感情 接下来这段感情 其实也非常不容易 刚才我们听到 大家已经讲了很多了 今天也在我们现场 欢迎小姨你好 你好 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因为我在餐厅工作 他眼睛就是 其实我跟他的同事 就会一起来我工作的餐厅 刚结束第一段感情 我就说没关系 我就敞开我的心 来认识所有的朋友 然后他就出现 我说这个人出现干什么 就是突然冒出来这样子 他也想要看看我们这些女生 但是他是厨师 他不是外场 所以他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没有要跟你认识 不好意思 可是你是故意出来的 对 你就想说有什么联谊 还有女生想要出来看看 刚开始你们的互动 大家都以为他要去追别的女生 但是他私底下就会跟我这样传讯息 然后静静静就演变成 他去喝酒 喝完酒以后他说我可不可以去你家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休息 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我们就 就呈现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就是对外他是说他要去追别的女生 但是实际上是跟我的 就是那个互动已经是蛮亲密的了 那到后来怎么样比较确认彼此关系 或是怎么样真的是进入到一个 就是稳定的男女朋友这样子的互动 其实我对他的背景是一无所知 他那天讲电话的时候 语气特别的温柔 对 然后他提到了什么妹妹啊什么的 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说 哦没有啦 就是我跟我前妻在讲话 你结婚婚 对啊 他说妹妹是谁 他说是我们以前生的小女孩 我说你这样很奇怪 就是你既然跟以前妻还有在互动 你干嘛来找我 我就说你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就是这样又这样 所以我请她就离情 但你的婚姻真的是很早 低段婚姻很早 因为我从小也是单亲家庭 一开始是跟爸爸 后面好像就是跟妈妈 后一次就是被丢来丢去这样 因为一个人就蛮孤单 所以就想说去外面接交朋友 接着就认识了我前妻 因为我们两个可能家庭背景就差很多 因为那种思想观念啊什么各方面 其实不太一样 后来我们就是 后面就是太不可快了 可以就离开 那就分开 蛮快也就分开 对 所以你那时候是自己心里头是怎么看待 你跟艳京之间的关系跟你的感情 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还蛮真实的 所以你就喜欢他很真啦 对 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坦白讲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当下妈妈就很肯定说 好 我也会断得很干净 你们实际上在一起之后 你还是在外面 就是还是有别的关系 或喜欢跟别的女生往来 她其实原本是在一个 就是我们当初认识的 那意大利面餐厅 后来对 因为有人欣赏她的厨艺 就她就去帮人家开店 然后就认识其他女生 有一次晚上我就打电话给她 就再也不接了 就打一整个晚上 没有人接 然后她后来就 我就凌晨早上才回到家 我就看到手机上面 就是有女生传讯起来 你说你想我什么之类的 那你不用很痛苦 其实那段时间 我有回想过 我为什么会一直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是在怀疑说 我还要再用过去的方式 挽回感情吗 我累了 其实我蛮累的 就在这个时候 她就跟我说 家人就是要找她 回去做生意 那我心里就想 那就难道就是 这个感情就是 就这样了吗 好吧 那就接受吧 那就这样吧 对啊那就这样吧 她就回去风圆做她的生意 你那时候应该也很痛苦吧 我一直在工作上 我说是女强人 可是很奇妙 那段时间就莫名其妙 发生一些工作上的状况 导致我工作上也受挫 我的感情上也受挫 哇 那个时候的我真的是 几乎就是天崩地略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当时就是想要祷告 不过是想 我真的离开神十年 太久太久 我当时唯一想到的人 就是我以前在前公司的同事 然后他一直不断来约我 我们家会有什么活动 我都是已读不回 我在最无助的时候 我想到的是他 印象都是凌晨一点的时候 对 我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睡眼心中 他说什么事 我说你可以我祷告吗 当下他为我祷告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我一直流眼泪 一直流眼泪 我什么话都没说 祷告完之后 从那天开始 他约我去查经班 约我去社青 约我去门讯 约我去教会 我都去 我只有第一个 我好像回到家了 我好像回到神的家 以前我面对太多的劈腿 我对感情没有安全感 可是很奇妙 就是他回去 然后我去教会 然后每天就是跟 弟兄姐妹在一起 然后专心地在教会 生活 我仿佛就是 完全没有想到他的 去顾虑到他了 就是完全地就是专注在 神这一块 你就觉得很奇怪了 会不会 对啊 顿时那个 就是那种反差就很大 每天我打个速食通 到后来有点 怎么一整天都没有电话 我很吓到发生什么事情 出了什么意外吗 那种 然后我就换我 就是打电话给他 因为燕姐有时候 他就去教会 那我就好 那我成熟就从台中 就上来找他这样 每个礼拜 坐凌晨五点的火车 然后从丰园到台北 然后去主日 然后主日结束再坐火车 回丰园 我想说你应该坚持不太久吧 就是可能你就会打退堂 但没有 他就一直很坚持 就是到礼拜天 他说我这批 这批货卖完了 我就可以去主日 刚开始去有什么特别感觉吗 可是我从小缺乏爱吧 对啊 其实在教会也有感受到就是那个爱 我跟他说 我们只要是 回到这个信仰当中 我们就不能有婚前性行为 他那时候回答我说 没关系我愿意的 然后我就说 好哦 好那我为你祷告 因为他要回去丰园 继续做生意了 那我就 暗所在他身上 其实那是我第一次为他祷告 我信主这么久 第一次为他祷告 我就说 祝你生意兴隆 这样 那一天祷告结束 他回去丰园 他隔一天 他就传讯息给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觉得烟很臭 他就戒烟了 一到现在 婚后不久 黄吕逸再度出轨 纵使梁燕金 极力挽救婚姻 但对于当时生活陷入混乱的先生来说 却是无动于衷 小义就是 因为这孩子就是真的爱面子 爱面子 所以 好像就 虽然口里说道歉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态度还不是 是真正的 我就拿小义旁边 我跟他说就是 我们神可得爱我们 你在当初跟 你也知道阿金这么爱你 对 那当初你在神面前立了乐 那就是 你要知道 我们不可以得罪神 那当然我就是 用爱跟他说 对 那可能他后来还是听不下去 他就离开了我们 试着 可不可以跟小义 吃个饭聊个天 很自然地聊 发现他是对我们还是 没有这么敞开 因为他毕竟从小就 是一个被压抑的孩子 他其实是没有声音的孩子 在他的原生家庭中 他是什么意见都不可以给的 所以他在我们 在试图要跟他 建立关系当中 也看出他有一个界限 他会跟我们 吃喝都OK 玩乐也OK 但是就是内心的话 他绝对不会讲 对 所以那时候 想要换教会 因为他会觉得丢脸 都被你们知道了 那当下的时候 我们就只能祝福他 其实觉得舍不舍 但是觉得 就是祝福他 然后后来他就陪着他去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 原来神也有对小义说话 夫妻俩 其实都是接受了信仰之后 才进入到婚姻 但也没想到 婚姻后来还是出了状况 其实你们刚开始结婚 是还不错嘛 对 那后来是怎么开始 发生状况的 当我生了 就是怀孕 生了第一胎以后 就是 可能荷尔蒙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想让他碰我 对 然后对他也比较暴躁 他个性是很温柔的 大部分时间 都是会配合你 所以 他也没有特别表达说 他心里面的所有的不满 因为他上台北来工作 神也蛮祝福他 我们生了第一胎 神也祝福他 来换了一个更好的工作 那因为在更好的工作里面 他担任的 就是不是像以前是小厨师 他是一个行政主厨的这样的一个职务 算是厨房里面我最大的 对 他在公司的反差就很大 在公司大家都听我的啊 回到家 回到家我听老婆的啊 我朋友在那边这样到 到我生气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他需要 就是被honor 可是我没有尊容他 你那时候心里头感觉委屈吗 回家会让你觉得有压力 其实那时候回家也是真的会 也是真的会有压力 怎么说就是我比较不喜欢吵架 对 因为我可以心里知道 假设我就是反击的话 那我们就会吵架 对啊 我想要就是创造和谐的家庭 所以我就是基本上 就是宴京讲说 我就好都可以都OK都没问题 因为我家知道说 我只要又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 那种没完没了 而且就会吵架什么之类的 在家里头的这个场域 其实就把自己的意见都说起来了 那你做一个太太 你什么时候开始察觉不大堆积 有一次就是我姑姑 要拿东西给她 我说没关系 那你就拿去她店里就好了 但是姑姑到店里 不对啊 她现在要休假啊 有吗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她 但是她的回答就是说 我现在是在公司的 但是一直在说谎 终于她就承认她不在公司 她其实那一天她是休假的 但是同事就也证明了这样 从那天开始她就是 会固定的时间出门 但是她回到家的时间会特别晚 她请问可能跟我讲说 今天又要加班 本来要休假又不能 又要回去上班 那我想说到底是怎么了 对 后来才发现说 原来她同事有一位同事 就是跟她走得蛮近的这样子 你有直接跟她对职吗 有啊 因为我觉得 现在是怎样 为什么我又遇到 为什么又来 为什么又遇到 为什么又遇到这状况 对 那我能够做的就是 我就是 就是可能就用劝说的方式 可能那女生会知道要站站吧 可是那女儿觉得她指个是男女之间同事打情骂俏又没有什么 所以你有直接去跟那个女生对话 我抱着孩子去 还抱着孩子去 我抱着孩子去她店里找她 孩子那时候多大 八个月 八个月大 抱了一个八个月大 女儿嘛 出现在店门口 对 你心里头 对 那时候就是想说 糟糕怎么办 我只能就是 赶快就是看 事情就是 看可不可以 就是赶快可以平息还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让我非常心寒是 她是挡在那个女生的前面保护她 然后我抱着孩子 那女儿就坐在那个手机 那个机车上面滑手机 这样滑滑滑 然后我就在 我就说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然后我老公就 就挡在她的前面这样 然后我就抱着孩子 我就整个大杀人 我说 当下就很想去做傻事 你知道吗 对 可是 后来恢复理智以后 真的就是 有跟神祷告说 我以前 在还没有回到教会前 我选择用毁灭性的方式 来面对我自己的问题 现在我已经在教会了 我还要再做这样的事情吗 所以我 当下 我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 我也只能 也没有证据 我也只能就是 祷告 等候 祷告等候 然后就说 到底该怎么办 我没有离开神 在这过程当中 我还是带他去教会 但你没有抱怨神说 神为什么这种事情 要发生在我身上 这样子 其实有 因为我记得有一次 比较精彩的一段 就是 他跟我说 他那天晚上要去唱歌 我想说 自从你信主以后 你FB那九六朋友都不见了 怎么会突然说 想要去唱歌 对 然后 我就觉得有点 有鬼 然后我就抱着一样 抱着孩子 我就亲眼目睹 看到他们两个走在一起 于是我就 就是很威风 抱着孩子 就一秒就站在他们两个的面前 知道吗 他们还是要上去唱 他不管我跟孩子 当下我其实有点崩溃了 就是跪着地上 然后抱着孩子 跟那个女的磕头 我天哪 我说你放了我们家人 你不要再打扰我老公跟我孩子了 你可以放了我们吗 嗯嗯嗯 因为我一直在磕头 我女的就哭了 对 我朋友就先把我女的抱走 抱去车上安抚 对 然后留下我跟那女的对峙 嗯 然后我当下就是 就是有 拜托牧师啊 来要帮我处理啊什么的 你那时候对于这个婚姻的想法是什么 我每天就过天上班下班回家 然后就一样就做出去家里事情啊什么的 可以有没有要协助什么之类 就那时候对婚姻人没有说很忠实 对啊 也是 那时候我整个对我婚姻啊 各方面 对啊 嗯 那还是在一个就是 逃避的一个阶段 你那段时间 祷告 我说我敬拜也敬拜了 我赞美也赞美了 我在那段痛苦的时间 我去教会了 我也参加小佐了 嗯 神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嗯 但是 我就是在婚姻当中 他没有要我离婚 嗯 如果他要我离婚 我觉得 他会给我一个sign 嗯 就是 我就是在那边等候说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嗯 你可以跟我说个话 至少你说女儿我安慰你什么都没有 嗯 我就是在 在等候 那有一天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是在 他在上班的时候我就 就一个人也是在家雇小孩 我记得那一天是我抱着孩子 在床上撕心裂肺地打滚 痛哭 对 我就说 我真的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这样子 对 然后在痛哭完 祷告完以后 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 我说 去找真心社 真心社 对 去找真心社 然后我就 坐好 然后就去Google真心社 跑出来第一个 我就 就点进去 电话 我就打 我就说 我真的钱不多 我只有一万二 那你们可以怎么做 他们说 跟拍就是两小时 就是四千 然后跟完以后 他说没拍到东西 我就说 是喔 那我是不是真的应该要原谅我老公 搞不好他真的也没干嘛 这件事说没有 我跟你讲 通常出事就是在下午 你要不要试试看 说哈 剩下八千压下去 然后那天就是我们在吃东西 然后我收到了真心社的警讯说 拍到了 拍到照片以后 我就把它列印出来 放在桌上 有联婚协议书 我说不然你就签一签吧 对 我真的有点 就是觉得说 想要放过我自己 但是很奇妙的是他就说 收起来 你那时候看到 太太都这样准备好了 李温协议书都说叫你签一签 你说实在 其实还是很喜欢眼睛的 所以 对啊 还是很爱他的 对啊 所以可能 不知道是因为怎么样 我才会让我走偏的这样 对 你自己也有点 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 对 对啊 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感情到底怎么奇怪 怎么会那么乱 那在这件事情上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真的 醒来了 那种感觉 某一天 就是在 早上的时候 然后我就整个 睡醒的时候 就 怎么有一道光 就照耀到我身上 后来那时候 我整个全身也满了 我就有点苏醒 因为当下就是整个 那种光是很明显 后来整个就是 把我所有一切呢 之前呢 所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事情 然后就整个就是反省 忏悔着 一切在真心的一个悔改 在上面这样子 那你也跟太太说什么吗 当下没有讲 当下没有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悔改 可是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他愿意回到原本的教会 这我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他一直是拒绝去面对 当时抓到他的那个牧师 但是他一直在逃避的状况之下 突然有一天他说 他愿意去跟那个牧师和好了 代表他愿意面对他过去的不堪 愿意来悔改 愿意来承认自己的错误 那我觉得神就是每天一直 一点一点其实都一直在帮助我 然后也是就让我们的关系 可以越来越好 因为我也是担心家庭 所以不能让我们的小孩 对啊 也是担心 后来的话其实就是 渐渐地把所有的中心 就是都放在家庭上面 对啊 就是这个 就是断开就是一切 下载Good TV Plus 和为其见证更多真挚感人的生命故事 拜托啦 不论是每日接送孩子上下课 或是抽空陪孩子玩耍 对于渴望拥有美满家庭的黄履义 及梁燕金来说 陪伴孩子是维系圆满家庭的重要关键 去拜 虽然曾对婚姻有许多质疑与不安 但梁燕金深知 只有坚定倚靠上帝 交托出生命主权 才能够稳定自己的身心 将平安及爱带进家中 现在他们经历这个第二次的机会 他们非常清楚 真的神给的这个机会 是要他们彼此去扶持 已经从以前会去想要 你听我说到现在是我愿意听你说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转变 就是彼此倾听 然后彼此去包容 神也教了他如何改变他的个性 然后再去喂养他的孩子 然后引导他的孩子说 不要变成曾经的自己 这样子会复制在小孩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神每次都透过事件或是环境 再一步步教导 他们成为当时的那个角色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家里是 被神的爱意志在浇灌 他们就知道如何学习去爱人 二姐的调整就是 他可能看不过去很多事 在他的眼里 但是他就是让自己不要这么在意 就是讲完了没关系我再讲一次就好 我不用一次就爆炸 对那他会去调整自己的方式 能够达到目的就好了 不一定要有这么大的情绪 姐夫的部分的话就是也会适度的去 告诉二姐现在在做什么 安心然后回来帮忙 很不容易的苦境感染 都已经面临到悬崖边了 婚姻都要结束了 都要分离了 可是还有办法救回来 我相信只有信主才有办法办得到 刚才其实听到第一讲 你们两个现在改变都很多 但是这改变是一个过程 刚开始的时候 先生虽然回来了 你心里头还是有解解不开吗 只要一吵架就犯旧章 把过去 所有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 我都背给他听 就是他们的对话记录 对这样来刺伤他 我是会一直没办法控制爆发的 那声音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控制到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 我的女儿竟然 我看着我的女儿是 这样子抖 然后才一岁而已 真的 我就觉得 天哪 我对我女儿做了什么事情 对于信任这件事情 几乎是零的状态 我到底要怎么去饶恕这个人 曾经又如此的赤裸裸的 这样子伤害我 我甚至有一次 就是在睡觉的时候 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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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惊醒 我真的没有办法忍受 跟正人躺在同一张床上 我说快受不了了 我其实每天一直想到 过去的种种 我真是没办法 但我惊醒的时候 我只能去祷告 我印象当中那时候的祷告是 我也是你女儿 我也是你女儿 为什么我不值得被恩待 为什么要让我 一直承受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要被饶恕的是她 那我呢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 在那个地方哭啊哭啊 哭到一个不知己 就是整个地板都湿了 印象当中 当我祷告一起来 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声音 从我的左边耳后传来 非常非常的清楚 她对我说 女儿 你要代替我 去爱这个男人 这绝对不是我的答案 这绝对不是我的答案 你心里头有不愿意吗 我当下觉得 你在说什么 但是既然是神给我答案 而且她这么久没对我说话 她唯一对我说话是这一句话 我说我愿意顺服 从那天开始 我脑袋里面不断不断勇信她 从小遭遇到的一些状况 导致于她没办法同理 因为她都是一个人 她没办法同理对方的遭遇 因为她其实从来没被同理过 她没被爱过 所以她可能 maybe怎么表达爱她也不知道 其实我觉得神是要调整我 我一直没办法饶恕的话 其实这个氛围是没办法被改变的 我愿意闭嘴以后 的确慢慢慢慢的 她有感受到 就是彼此的彼此尊容 所以她彼此就是 关系就会慢慢的好起来 乔宜你自己觉得 这信仰对你来说 在面对这个婚姻当中难处 有什么帮助 其实也是我们常常 每天也会祷告 对啊 但我觉得神就是 每天一直一点一点 其实都一直在帮助我 然后也是就让我们的 关系可以越来越好 因为我也是担心家庭 所以不能让我们的小孩 对啊 也是担心 后来的话 其实就是渐渐的 把所有的重心 就是都放在家庭上面 对啊 就是整个 就是断开一切 我真的 你们长大过程都特别辛苦 各有各的故事 各有各的不容易 你们现在是怎么跟孩子互动的 其实我小时候 得到的家人的拥抱是很难的 嗯 对 那 我现在尽可能的就是 抱抱孩子 对 他们心里有一些话 可能是不容易说的 但是透过这个拥抱 我觉得孩子对于 对于他们的 被爱的这样一块 然后其实是 被理解这一块是有被整天的 我一直在跟孩子强调就是说 嗯 妈妈有一天会不在你的身边 但是 我跟她分享我过程当中 妈妈是靠着耶稣 靠着祷告 然后呢 可以慢慢的 被医治 所以当你们有问题 有困难的时候 你们可以试着祷告 是 对 所以每天我们结束 我们每一天的结束 睡觉前 我们都会全家聚在一起祷告 嗯 对 每一个人都要开口 哦 那小英 你现在跟孩子之间关系也很好 神就是 也就是教导我们蛮多的 嗯 对啊 让我们知道如何 因为神是这样很爱着我们 对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 怎样去爱小孩 对对 因为今年的孩子 不容易是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有一天 就是在 我在上天国文化课的时候 其实我 神圣灵提醒我一件事情 其实你要老说 是你的妈妈 透过这个 圣灵的提醒 其实我觉得 我应该要去跟我的父母亲和好 但是呢 后来我回到教会以后 我知道 我必须要把这个福音介绍给我妈妈 但我就是只要回台中 有机会 我就带着我妈妈 还有我的弟弟 有机会带他们一起去教会 那我记得有一天 就是很神奇 就是 我觉得我妈 她一直以来都是 不可诋毁的 就是我妈就是高高赞争 你不能说她一句话 你只要说她一句话 她就是会 没办法接受 但是那一天很奇妙的是 我们在教会 我妈妈竟然抱着我哭 她跟我说 我们这一代咒诅 就到我们这一代就好了 你们不要再延续我们这一代的咒诅 我希望你们的家庭是可以好好的 然后妈妈给你对不起 她跟我道歉 所以当下我就觉得 这一定是出于圣灵 充满在我妈妈的心中 医治了我妈妈 以及医治我们两个母女的关系 然后让我可以重新的 来接受我妈妈 然后来为我妈妈来祷告 你自己觉得 你现在状况的是如何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 因为我们刚刚在聊的时候 你也讲了说 曾经有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 不会有人爱我 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盼望 是放在人的身上 是绝对会失望的 但是我们如果把盼望 放在神的身上 我们定睛仰望在神的身上 对他相信他 相信他 那我相信 我们的生命 就会有个安全感 是 就不会觉得我们是 不被爱的 因为我知道神爱我 对 祂会用我的 祂的方式来爱我 以及我的家人 对我们全家都是有益的 是 如果我再用我自己的眼光去 绝对是自卑 绝对是会去抓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去 因为要让自己有安全感 对 而且会导致自己 陷在这个痛苦当中 对 所以我就是 相信神爱我 那 相信神会祝福我 然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紧紧抓住神 不要离开 这就是 我走过来最大的体悟 这样子 最后跟我们观众朋友 演祝福 小易先好了 就是神是信使的 对啊 其实 那就是 在我们的那个婚姻当中啊 神其实也会 教导我们去蛮多的 还也会祝福我们 就是整个家庭啊 会未来也可以很 就是非常的丰盛 也非常长盛这样子 因为爱能够遵延一切的过犯 对 爱既完全就能把惧怕出去 那最大的诫命就是 尽心尽益爱住你的神 其次就是爱人如己 那这爱是从谁而来 这个爱是可以破除一切的咒作 这个爱是可以让你 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觉得走到尽头的事情 靠着神的爱 可以有很大的反转 丈夫是一家的头嘛 就会真的让小易成为这个家的头 然后这个阿金真的就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者 对 在我们的家里头 所有的顺序都在神的原来的定义里面 对 会越来越好 然后我真的觉得 你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跟记忆 就是即便 你说从马拉基书到新约 那四百年都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那因为那是在你最痛苦的时候 你即便在那个状况 可是你没有放弃祷告 对 那个信心我觉得是我在你身上看到最激励我的 谢谢你们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我是达民牧师 燕金姐妹刚刚有分享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神 爱的拥抱 需要被爱 可是燕金他一直渴望被爱 但是却换来的是一直失去爱 他得不到爱 既然得不到 从父母亲身上得不到 到一个程度之后 我们就希望从男朋友身上得到 所以燕金的第一任男朋友 是一个导演很有才华 他要去爱 去爱 去爱 但是换来的却是一而再 再而三 情感上的背叛 外遇 那燕金最后他决定了 那我也放弃 我豁出去了 你情感出轨 我也来情感出轨 这样是不是可以报复你 这样是不是可以得到公平 我觉得这都是撒旦的作为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中了撒旦的轨迹 然后感谢主 经过几年之后 终于脱离了那个情感的捆绑 然后面对第二次 他要认真地来谈一个恋爱 碰到现在的先生女艺 然后呢 奇怪 又碰到感情的问题 怎么会这样子呢 不过感谢主 他们两个人先后认识耶稣之后 在这个情感上面 在这个生活上面有很大的调整 也挽回他们这一段感情 他们正式进入婚姻 然后初出认识神的李毅呢 他可能不够完全认识神 所以在婚姻当中 又碰到问题 又出轨 这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在想 如果你试验金 你该怎么办 感谢神 神介入 神自己光照李毅 让李毅愿意再次 回到他过去的教会 也认罪悔改 也愿意挽回这个感情 但是我还是要说 当女孩子 当太太碰到 先生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那个饶恕的过程不容易 需要时间 所以每天看到枕边人 我想爱 爱不下去 想原谅 但是原谅不下去怎么办 那一天 燕金他跪在地上 痛哭祷告 主啊救我 我没有办法 我做不到 我没有办法原谅对方 他说很久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突然耳边传来神的声音说 燕金啊 你要代替我去爱他 什么叫做 我要代替你去爱他 他从小到大就没有感受到被爱 他里面有个孤儿的灵 他是很孤单的 他是很寂寞的 他不知道什么是爱 那姐妹讲到这里 你会不会想到 很多时候我们在负面情绪当中 情欲低落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 对我前面有在说 这是撒旦的谎言 不要中了撒旦的诡计 你就是起来 去分享神爱的那个人 燕金带头说 我相信他们的婚姻 会越来越好 这是一个开始 我们就是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耶稣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所信的是谁 在提摩太前书那边有讲到 后书一章有讲到 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我们交付的对象是谁 所以主耶稣 祢值得我们倚靠祢 在爱里面没有惧怕 爱是完全的 如果惧怕会带着刑罚 主耶稣就像燕金一样 不要再刑罚他 不要再刑罚旅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爱里面 得到那个完全 主要求祢施恩 恩待 透过他们的见证 也提醒我们 我们要常常来到祢的面前 得到那完全的爱 我们才有能力去爱 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弟兄姐妹 耶稣爱你 定义要赐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